半个月前,欧洲议会选举震惊世界,因为欧洲极右翼政党,整体表现太突出了,德国舒尔茨社会民主党创得票率创下历史新低,法国更不用说了,极右翼政党联盟获得的选票是马克龙政党两倍多,欧盟是个整体,谁说了算呢? 大家投票决定,所以这个得票率马克龙猛逼了,因为这意味着马克龙政党,在欧盟的权力几乎被架空了,说白了法国你说了不算,但是今后欧盟是极右翼的天下,不仅如此,极右翼表现这么突出,下次法国总统大选,没你马克龙什么事了,你这点支持绿毛又没有,极右翼政党马上要上台执政了,各位可知道这意味着什么,在马克龙心中, 意味着整个欧盟的前途快要被丧送了,整个欧盟头部主要是法德,然后能支冷起来的只有法国马克龙了,现在遇到这事,马克龙荒道爆炸,怎么办呢?马克龙做出了一个非常牛叉的决定,同时也是一场整治豪赌,那就是宣布解散国民议会,提前重新选举,结果就在当地时间6月30日,法国国民议会第一轮选举结果出来了, 极右翼的国民联盟,依旧是最大赢家,极右翼拿下34.2%选票,位居第一,范左翼联盟的新人民阵线列第二,拿下29.1%选票,马克龙阵营是最大输家,只拿到了21.5%选票,位列第三, 马克龙本来的想的是解散重新选举,稳固自身地位,拿到更多的议会主导权,结果这回是彻底失算了,输得一塌糊涂,反而帮助极右翼成了最大赢家。 你说这意味着什么?意味着欧盟真的要大变天了,意味着未来极右翼很可能会席卷整个欧洲,网上看到很多分析,但是大多都是无关紧要的问题。 这是最关键之处其实是在于,极右翼整体崛起,大概率会葬送整个欧盟的前途,极右翼其他主张我们就不说了,最关键就在于,欧洲极右翼都有一个共同的整治倾向,那就是脱欧,大国博弈,用布林肯的话来说,有机会在餐桌上的就那么几个,中美俄不用说,除此之外能排的上号的就是欧盟了,欧盟为什么这么牛叉? 牛叉到欧盟甚至有自己的结算货币欧元,要知道我们这些年,一直想搞中日韩自贸区,然后发展亚元,拒绝美元收割,结果这么多年过去了,我们连第一部自贸区都还没搞成,因为你不让美国收割,美国不同意,日韩有都是美国殖民地,一到关键时刻,不是有人被暗杀,就是小岛争端又开始了,跟这两货你说怎么搞,没法搞, 所以欧盟的牛叉之处,就在于他们是个联盟,国多力量大,在这个联盟当中,法国德国这样的头部国家获利其实是最大的,因为他们是整个联盟的头部,说白,整个欧盟归他们领导, 为什么这回极右翼一军突起,为什么极右翼又都有脱欧的政治倾向,因为过去一直是大家加入欧盟吃香的喝辣的,欧元可是仅次于美元的世界第二大结算货币,但是随着世界经济整体下行,欧盟日子本来就不好过, 加之俄乌冲突开始后,欧洲产业和金融资本大量外流,这日子还怎么过,于是极右翼就一军突起了,支持个毛的接收难民,保护个锤子小动物,欧盟有毛用,不论你用什么手段, 哪怕是卑鄙无耻烧杀强掠的手段,能不能先把我们自己国家的日子过好再说,欧盟的事情关我们什么事情啊,这就是欧洲的极右翼,对于欧盟小国来说,加入欧盟获益其实并不大,但是对于法德而言,失去欧盟,那真是亏大了,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,过去马克龙到哪大家都得给点面子,因为你不仅是法国总统,你还是欧盟头部, 你背后有整个欧盟的加持,而如果你只是欧盟当中的一个小国呢,那你到哪大家都会认为你归欧盟管,有什么事情我去找欧盟负责人商量一下就行了,所以对于欧洲极右翼而言,他们主张外交自主,就是别整天欧盟欧盟了,欧盟关我们锤子事情,有什么事直接过来跟我谈,往死里谈,我吃饱饭了再管欧盟的破事行不行,行个锤子, 极右翼上台对我们而言真的无所谓,但是极右翼一军突起,如果往后愈演愈烈,那么对于整个欧盟将会是一场严重的灾难,欧洲的民主实际上就是个笑话,看似民主,就是有什么事情大家投票决定,但是投票事先是不是应该把事情讲清楚呢? 你去投票,支持一个政党,你真的彻底了解这个政党的政治主张吗?你真的了解大国博弈的背景下,什么样的整治主张对国家对个人最有利吗? 你能知道个锤子,马克龙主张欧盟独立自主,百年未有之大变局,这对欧盟而言,也是个天大的机会,就是彻底摆脱美国老控制的一次绝好的机会。 过去的美国,你不听话是吧?先来个颜色革命,颠覆一下你的政权,然后扶制一下傀儡政权,我随便只会随便玩,颠覆不了怎么办?直接开打,现在的美国,你不听话是吧?我先忍一忍,东方大国在旁边看着呢?万一动手被你拖死了,我还怎么对付东大? 胡赛武装说对,我就是这么想的,所以借此机会,我就是要把你美国航母王死里干。欧盟这些年一直被美国渗透控制收割,大国博弈对于欧盟而言,同样是百年未有之大机遇。 马克龙为什么天天喊欧盟要独立自主?就是因为欧盟没有独立自主,独立自主当然重要,你都不能独立自主,那你还算是个国家吗?你不就是美国殖民地吗?大国博弈,东方大国可是支持欧盟独立自主的。 因为欧盟独立自主,不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,我们都可以更好的合作共赢。 所以马克龙之前来中国访问,我们给予了跟高规格的接待,我们前段时间去访问法国也一样,说白了中法之间一拍即合,凡事都需要过程,需要时间。 如果当初我们的革命先辈们怕苦怕累怕牺牲,怎么可能有今天的被美国列为唯一战略竞争对手的新中国呢? 但是很明显,欧盟大多数人不这么想,他们有选择,能投票,所以人家不愿承受这个过程,别扯独子了,直接挤右一把,怎么舒服怎么来,立刻马上来,我们不要未来,只要当下舒服一点就可以。 我们说的这还是能看懂马克龙主张的,实际上大部分人都是盲从,欧洲这些年被美国渗透,其中主要一项就是舆论渗透,欧盟互联网平台都是美国的,美国随随便便一忽悠,大家嗷嗷叫的开始跟风,你说这样的欧盟有民主吗?大家都能投票这就叫民主吗? 实际上欧盟大多数人早就被美国忽悠瘸了,所以这次欧盟极右翼的一军突起再次告诉我们,真正的强大只能是打出来的,没有革命的流血牺牲,那就不要妄想轻易打破现有的利益联盟。 有人问欧洲极右翼这事,对我们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呢?实话说当然是利大于弊,我们是一直寄希望于马克龙能在欧盟支冷起来,然后带领欧盟独立自主,这样双方才能更好的合作。 马克龙的的确确确也在争取欧盟的独立自主,他本人前段时间还刚刚亲自访问了德国,让德国支持欧盟一起独立自主,但是这事也需要过程,这还遥遥无期呢? 那么既然现在极右翼一军突起,他们又刚好主张外交独立自主,那我们直接挨个跟他们独立自主搞外交不就行了?只是对欧盟本身而言,这是场大灾难,这样的散装欧盟。 注定会被美国一一击破,而美国下手的同时,他们要想自保,那就只有一条路可走,那就是求助于东方大国,不愧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,这是天天见证历史。